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马上一夜暴富四生肖。 不出五天,十年一遇大运道,金银滚滚来,天天数钱忙。 生肖虎,数虎的人,看上去比较放荡不羁,但实际财思敏捷,眼光很敏锐,能够快速察觉身边的商机。 不出五天,被好运包围,很多事,都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事业有贵人指点迷惊,生活中,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裁员广进,生活富贵,名利双收。 生肖狗,属狗的人性格豪爽,人也很仗义,与人坦诚相待,有明快的决断力,勇气十足。 一旦定下目标,绝不轻言放弃。 下半年迎来一波上涨的运势,不出五天,有财神也保佑。 对于赚钱这方面,他们可是得心应手。 上次阅读到该位置,继续阅读事业,也开始迎来了展翅高飞的机遇。 升官连连,势不可挡,日子越来越好。 生肖蛇,出生在四十年的人,精力充沛,随和开朗。 对待未来有助长远的眼光。 看上去做事情大大咧咧,实则内心非常的谨慎。 他们对待事业有助自己的看法。 做生意上面,从来不会做欺骗别人。 对待朋友与生意上,伙伴讲究诚信与原则。 同时在困难面前,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善于抓住关键点,捕捉财运的轨迹。 数四蛇的人,不出五天,才是猛涨。 人生将会出现一个大突破。 身边有望获得一笔巨大的横财。 轻轻轻松地赚很多钱。 往后的生活富贵无忧。 生孝龙。 不出五天,打扰鼠龙人已久的霉运。 终于要离开了。 这一次贵人会带住好运。 来到鼠龙人身边。 身边有了贵人的陪伴后。 鼠龙人,会增加许多的勇气和信心。 经过了贵人的指点和教导后。 鼠龙人会寻得不错的赚钱渠道。 而且也有人愿意和鼠龙人合作赚钱。 钱财收入一下子多了起来。 鼠龙人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 当他们的赚钱想法和渠道被人认可时。 鼠龙人会迫不及待地去做。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来证明别人的眼光。 接下来鼠龙人赚钱上,会显得很积极的。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兔,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是你这一生的活财神。 兔人贵人的属相。 狗、羊、猪、蜀狗。 蜀狗、蜀狗人和蜀兔人在一起。 有利于改善蜀兔人敏感的个性。 让蜀兔人性格更为活跃外向。 蜀兔人个性温和。 但遇到一些机遇的时候, 敢表现自己。 有些怯懦不自信。 而如果有蜀狗人在身边。 那就有利于帮助蜀兔人抓住机会。 因此蜀兔人在蜀狗人的帮助下, 更容易收获成功。 蜀猪、蜀猪人为人和善大方。 对待蜀兔的人, 会拿出自己十足的真诚。 遇到蜀猪人之后, 蜀兔人将会非常有福气。 两个人可以坦诚相待。 相处起来也很轻松快乐。 蜀猪人本身的运势是很好的。 并且也愿意提携蜀兔人。 当蜀兔人, 遇到麻烦和困难的时候, 蜀猪人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毫不吝啬自己的资源。 再加上蜀猪人生性洒脱, 适应能力非常强。 蜀兔人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对蜀兔人来说, 遇到蜀猪人是很吉利的。 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贵人。 蜀羊、蜀羊人也是蜀兔人的贵人。 压力是现在人存在的普遍现象。 但是缓解压力, 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式。 对于蜀兔人来说, 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 都存在住不小的压力。 蜀羊人就像一个挚友一样, 一直陪在蜀兔人的身边, 为其一直排忧解难。 可以说与蜀兔人灵魂相通, 很懂蜀兔人的心理和思想。 蜀羊人也是蜀兔人的贵人。 压力是现在人存在的普遍现象。 但是缓解压力, 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式。 对于蜀兔人来说, 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 都存在住不小的压力。 蜀羊人就像一个挚友一样, 一直陪在蜀兔人的身边, 为其一直排忧解难。 可以说与蜀兔人灵魂相通, 很懂蜀兔人的心理和思想。 财务方面, 正财稳定, 偏财尚可, 横财有损, 善财不佳。 经商者需要适当增加优惠手段, 多与客户增加接触, 才能产生回馈效果。 得了猪子贵人相助, 家兔的财运方面就会大大改善, 虽然不能大富大贵, 但也能赚不少钱。 蜀兔的人, 红鸾在子, 天喜在五十, 蜀年和马年, 生肖兔的桃花运势非常旺, 单身的蜀兔人要抓住机会, 由于卯须相合, 海卯相合, 所以兔年桃花运, 最旺的年份是鼠年, 马年、猪年, 羊年、狗年。 祝贺你! 在这五月份里, 你过去付出的, 都能收获回报, 能得到老板的赏识, 能得到好机会, 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能。 提前告诉你, 要晋升哦, 做好心理准备哟, 转发给更多的生肖兔看看吧。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恭喜, 鼠鼠2024年, 有躲不过的三大喜事。 天降横踩挡不住, 加油生孝鼠的皆福了。 2023年的鼠鼠人, 会受到太岁影响, 生活也会遇到挫折。 但是只要熬到2024年, 鼠鼠人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那么接下来看看, 生孝鼠2024喜事。 鼠鼠2024年有大喜缠身。 在2024年, 鼠鼠的人将在事业方面, 迎来大喜。 他们的职业生涯, 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可能会有一些, 非常有前途的工作机会出现。 假之贵人吉星的庇佑, 和与太岁六合的相位。 才华将有更大的机会, 得以展现。 鼠鼠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努力, 将会得到认可和奖励。 许多鼠鼠人将会获得, 升职加薪的机会。 甚至有些人, 可能会得到更高的职位。 鼠鼠2024年有大喜缠身。 鼠鼠人在2024年间, 会处在和太岁的年份间。 红卵出动, 会让鼠鼠人顺利脱单。 单身的鼠鼠鱼, 能够比较优势的朋友。 条件优势, 二者三观也很相信。 在热恋期后很快, 就会进入到谈婚论嫁阶段。 恋爱期间的鼠鼠人, 也能够得到好的发展机会。 男性朋友, 能够向心仪的伴侣求婚成功。 这期间能够与心仪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 鼠鼠2024年有大喜缠身。 在2024年, 财神爷也会特别眷顾鼠鼠人, 带来出人意料的意外惊喜, 和片刻机遇。 为他们的事业和财富,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惊喜。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鼠鼠人将会明显感受到, 贵人助力的力量。 他们的领导和老板, 会更信任和支持他们。 同事们也会更加团结和融洽。 在这样的机遇下, 大家一定要珍惜, 把握好每一个机会, 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笑舌一生, 最吉利的颜色。 鼠舌人不要穿错颜色, 运势好盗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颜色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和神秘的力量。 鼠舌人生来就对色彩, 有助独特的敏感和喜好。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 不同的生肖, 有助各自独特的吉祥色彩。 那么, 对于鼠舌的人来说, 一生中最旺的颜色是什么呢? 鼠舌人通常被认为是神秘, 独立、 聪明和机智的。 他们通常有助 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善于把握机会。 然而, 他们有时可能会因为过于谨慎 和固执而错过一些机会。 此外, 鼠舌人通常对色彩, 有助独特的喜好和搭配能力。 他们善于运用色彩,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个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鼠舌人的吉祥色彩是绿色。 绿色代表助生机、活力和希望。 这与鼠舌人机智、敏锐和有生命力的性格特点相符合。 此外, 绿色还象征助鼠舌人在事业和财运上的发展和成功。 因此, 对于鼠舌人来说, 绿色是最旺的颜色之一。 除了绿色之外, 紫色也是鼠舌人的幸运色彩。 紫色代表助高贵、 优雅和神秘。 这与鼠舌人神秘。 高冷的性格特点相符合。 同时, 紫色还象征助鼠舌人在感情生活中的幸福和美好。 因此, 对于鼠舌人来说, 紫色也是一个非常旺的颜色。 暖色系, 如黄色、 橙色等, 也是鼠舌人一生最旺的颜色。 这些颜色代表助温暖、 活力和希望。 是充满活力的颜色。 对于鼠舌的人来说, 暖色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积极的能量, 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充满活力和热情。 同时, 暖色系还能够增强鼠舌人的财运, 使他们在经济上更加富足。 同时, 暖色系还能够增强鼠舌人的财运, 使他们在经济上更加富足。 除了吉祥色彩之外, 鼠舌人在选择衣服、 家居用品和生活用品时, 也可以适当选择一些, 与自己性格特点相符合的色彩。 例如, 在选择家居用品时, 鼠舌人可以选择一些绿色, 或紫色的装饰品来装饰房间。 这不仅可以美化家居环境, 还可以为家庭带来和谐和温馨。 此外, 鼠舌人在工作中也可以选择, 一些与自己性格特点相符合的颜色, 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形象。 例如, 在工作中可以选择穿一些绿色或紫色的衣服, 或者使用一些绿色或紫色的办公用品, 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形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过度依赖颜色,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是要在努力工作, 和积极面对生活中, 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鼠舌人也应该注意避免一些, 不合适的颜色这些颜色, 可能会对他们的运势, 产生负面影响。 白色和灰色这些颜色, 可能会让鼠舌人感到压抑, 和不舒适同时, 也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心态。 因此建议鼠舌人, 在选择颜色时不要过多, 选择这些不合适的颜色, 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和机遇。 但是颜色只是影响运势的一个因素, 真正的成功, 还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和智慧, 通过了解, 鼠舌人的性格特点和吉祥色彩, 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可以更好地帮助鼠舌人,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希望本文可以为广大鼠舌人, 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